大家好 我是放射科的專科醫生 在我日常的工作上 我會看到在磁力共振那裏 會看到不同情況的退化狀態 譬如說頸椎又或者腰椎的退化狀態 我會看到什麼呢 譬如說椎間盤會收窄和向後刺 在一些嚴重的狀態 譬如說一些年輕人會看到椎間盤向後擠壓到脊髓 就會導致病人有半生不遂的情況出現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及早發現這些情況 是可以提醒病人及早做一個治療 將椎間盤減低劑壓的情況 以及一些腰頸退化狀態 或多或少跟那個人的不好的姿勢有關 譬如說他會玩手機 譬如說用電腦長時間對著電腦 十多個小時 其實這些都會令到頸椎或腰椎會提早退化 所以如果病人真的有痛症的話 就需要加速看回相數的醫生 然後如果醫生覺得有需要做做一部檢查 其實也很值得去做一個不同的影像分析 譬如說EOS的直立式全身腐種XO系統 又或者是磁力共振去判斷 究竟你的問題出在哪裏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一些驚訝的情況 其實是不是跟一些退化有關的事情 可能跟腫瘤有關的 甚至是有些個案是跟嚴診有關的 所以我們做一個準確的斷診 是對於病人是非常之有幫助的